全流媒體平台Netflix上月底播出106集的《武士時代 為日本而戰》 播出的第一個星期就成為全球五大最高播放率的劇集之一 而在加拿大近一度攀升至第四位,大受觀眾歡迎 加拿大華裔演員Timothy Mack是主角之一,飾演一名將軍 我們有幸邀請到這位年輕演員,了解一下他參與演出的背景和心路歷程 在加拿大由幼稚園讀到中學,和不少環一樣,Timothy在大學的時候收到了雙科 但是Timothy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希望向演藝方面發展 他想起小時候,去到電影院看戲時都感到十分震撼 所以希望大學的時候能夠從事到和電影相關的工作 初初我是由臨記做起的,因為我想接觸一下電影片場的生活風格 有時候看雜誌有些偽畫,都是有臨記,又被人看中 有一個環境的空間,可能看中的活動 他首先從擔任臨時與人開始,希望增加曝光的機會 但在幾番嘗試之下仍然未見到曝光 Timothy坦然中間曾經民生過放棄的念頭 希望成為動作演員的他,身形更因此而暴障 事後他走出心理低潮,積極做運動連身體,找回演員的動力 機會是留比較準備的人的 在機緣巧合之下,Timothy坦然中間得到了武士時代的試鏡機會 他和記者說到,試鏡離不開都是視演不同打鬥場面的動作 你躺下,向後跳,然後打下去,我告訴你被人捅了一刀 你爆炸,你要向前破,就是你做很多身體的事 然後又找一個夥伴跟我對打 就是你懂不懂唱片 就是別人給了個隙間,你能否做到 然後就,好,我願你死 五種不同的方法去死 你能否做到,就是自殺,被人捅了一刀 你在正常被人打敗,whatever 比較有趣的部分是,製作組在正式錄用他之前 要求他試一下騎馬,過程十分難忘 經過一段時間等待之後 Timothy有一天突然收到製作組邀請他出現角色的郵件 正在到上班的他,感到十分興奮 興奮,因為當你有一個有夢想的年輕人想去拍戲 由林基做起,現在給個角色的畫面是Netflix series 嗯 我當你聽到我只是在太陽 你問到百攝期間的一些難忘回憶 Timothy就跟記者講上一個關於馬亞斯的故事 在其中一幕他需要扮演被幾匹馬追趕的情節 不幸運的是,在場的馬不迪差在樹林中柯市 Timothy背負著沉重的裝甲器服 同時需要在強忍著異味之下 維持著將軍的英勇神聖去逃跑 至今回想器仍然十分難忘 打過 lighter,啊 我已經想到滿足的小型 我不是厭借,還在日本的太陽 還沒聽到第二段照片 我還未聽到一段照片 我還沒聽見 我不是在那裡的照片 我只是有力去拍攝 我聽說五個月 還會走開 我問我 我問我 我聽我的照片 然後我發聲 拍攝 然後我聽到 我可以 I'm just like running as fast as I can 最近劇集終於播出 Timothy發現在Netflix的海報上見到自己的面孔 各方好友見到之後都為他送上祝福 記者問到對於將來他有什麼打算的時候 Timothy則表示自己會繼續努力 不斷裝備好自己去迎接下一個機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